他们是世界上最小的自媒体主播 我是小野 那我就是小虎吧 他们鬼灵精怪 自成一派 什么 你说我们是鬼 他们关心关注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就是二胎 你买股票不如投资孩子 命德他才有了47秒84 北京二环出现了几十个斯巴兰友识 我日理万机的小学生 我容易吗 那你日理万机的写完作业了吗 写完作业了吗 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躁 你们老是知道吗 儿童新闻联播 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是小虎 未来的互联网是什么样的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在12月16号到18号在浙江乌镇举行 我们去过 一时加息 旁边也算 过两天呢 有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会到乌镇开会 习近平主席也会去 大家要讨论未来的互联网是什么样的 那你说是什么样的 就是想什么都能实现呗 又不是神灯神龙的 反正现在呢 乌镇已经做好准备了 半年前就开始 什么酒店啦 特债啦 集体学英语 乌镇关于你 Walken 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 在美国 马萨 朱塞州 凡尔茅斯 有一个邮递员 每次做邮件的时候 都会被五只火鸡追 这些火鸡好肥呀 是啊 可是他们不想过圣诞节 因为他们会被吃掉 而邮递员这时候送的 都是什么圣诞卡了 圣诞礼物啦 那他怎么办呀 他只能每天拿一个棍子 放生的 姐姐 我们的圣诞礼物 是不是也会被火鸡吃掉啊 还不知道爸爸妈妈 今年谁当圣诞 这什么体验 这里是儿童新闻人播 最近 一份全国中小学生 学习压力调查表出来了 中国的中小学生 平均每天写多夜三个小时 是其他国家的两倍 睡觉时间不到七个小时 姐姐你还好吗 我很好 作为北京小学生 我还好 就你知道吗 贵州的学生 是全国熬夜第一名 他们的爸爸妈妈 也不让他们早睡吗 反正这里说 有超过三成的爸爸妈妈 会选择帮孩子写作业 妈妈是不会帮你的 爸爸也不会帮我的 但是我可以帮你 你连我的名字都不会写 好了 今天的儿童新闻人播就到这里 我是小雅 明天见 我是小虎爸爸 拜拜